哎呀 一开始就消场了 姐姐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旅行的 我好多年前了 就刚毕业那会吧 就一三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真的我带了两千块钱 我那个时候真的只有两千块钱 我当时那个时候应该是还没有毕业 还没有拿到毕业证 但是我在酒店已经工作了半年了 我带了两千块钱 那两千块钱还是年终奖 我就说两千块钱 两千块钱在外面估计能活一段时间了 然后就出去了 就出去了 就从一三年到现在 基本上中间只有一年 上过一年的班在上海 然后基本上没怎么上班 偶往上上很少 然后就一直到现在开始拍视频啊什么的 算是说现在没有以前那么穷 以前是真穷 但是也不会有那种吃不吃饭的那种时候 算是穷是穷 对 怎么说呢 以前你像我工作 然后一直也没攒钱 父母都说 你不攒钱买房子 你不要攒钱什么养老 我说这么年轻 不应该多花点时间出去走走吗 我是觉得其实这种经历 还有就是你走过的地方 你去的国家 你接触人 然后才能塑造 就是现在的你 我觉得这个人的灵魂才会更丰盈更丰满 对吧 对我感觉这个过程是一个 就是很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 对 就很多人就是我微信朋友圈里面 都有好多人问过 我说为什么我可以如此的平静 就是遇到什么时候好像 哎 多大点事吗 对对对 不至于不至于 就是那种感觉 确实是 就是你发现就是走路 路走的多了 你就是没有 年轻其胜的时候 人都是有 有时候会有一些 傲慢 或者说浮躁 但是走的路越多 看的地方越多 然后你随着这种时间 还有你走的路 然后我觉得人会特别平静的 遇到很多事都觉得也不是什么大事 真的就是除了生死 没有什么是大事是吧 对对对 反正就要死的 怕什么吗 对对对 去哪些国家给你印象最深 每个国家都有印象最深的时刻 我之前不是说我在斯尼兰卡生病吗 我生病真的是属于又生病又水土不服的那种 就吃什么药都没有用 然后我就去药房里面去拿药 那个时候我去药店拿药 他给我拿的药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就吃了就吐 然后站起来就晕走两步就吐的那种 严重水土不服你是 就水土不服加生病 最开始发高烧 后来就吐 晕 站起来走几步就晕完全走不了 然后就但是就包了一个就叫了一个三轮车 然后然后就去医院 我就让他带我们到去医院嘛 去医院当时我真的是走不动 我排队我都没有力气 就是排队我走几步我就我就要吐的那种恶心 就要吐的那种感觉 然后当时当时不是很多人在挂号还是什么 我也搞不懂反正是一个很小的医院 可能他们看着我是个外国人嘛 就有一个人哦 不知道是我也不知道那是工作人员还是什么的 直接把我拉着我的手都把我拉到了对我的最前面 就直接让我进去就诊了 他可能他还挺好的 但是我真的特别特别难受 可能他也看出来了 然后一看到我是个外国人 然后我就去我就去看 哎反正太折腾了 那10天好像有10天吧差不多 有没有很想家 想家倒没什么感觉 反正在哪都差不多 出门在外都容易想家吗一生病 没有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归属感的人 包括我现在冲 哦那这个我也是 真的没有什么归属感 嗯 就没有什么归属感 在我 你现在外面跟你在家好像 差不太多 对对对对 没有什么感觉啊 对 一说起这个归属感真的是啊 好神奇啊 就是就算比如说我谈恋爱也好 或者回家也好 我还是没有归属感 而且就有时候去哪儿玩 就是想家这件事情 好像就有一种不知道哪里是家的感觉 虽然知道有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 但是那种就是精神层面 心灵层面的就是那种 就不知道哪儿才有归属感 对啊 是不是那种 我反正我就是我就是这种 我没有没有那种感觉 没有说一定要回去才是家那种感觉 那我在这我也可以是家 哈哈哈 对四海为家嘛 真的 就没有什么感觉 嗯 你还不害怕婚姻会把自己给束缚住啊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恐婚的人 就我觉得 我觉得婚姻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要不要都无所谓 哈哈哈 是真的 反正好多事就顺其自然 对真的要不要都无所谓 嗯 因为我觉得婚姻这个东西 这个婚姻制度可能在未来真的会消失 嗯 我觉得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 我都希望能够看到 在有生之年婚姻制度能够消失 嗯 因为现在吧 现在女性都还是蛮独立的 不像以前了 对对对 确实是 而且现在怎么说呢 我是这么认为啊 婚姻其实是应该是 以前我小的时候啊 谈恋爱我就觉得应该是 0.5加0.5等于1 嗯 但我现在就觉得应该是1加1大于2 是的 首先女孩子不能对感情 或者是对另一半太多的依赖 一定要有自己的世界 就是两个人在一起 肯定都是独立的个体 对 都有独立的圈子 但是在一起又会更好 对 就是这样的 不在一起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也很好 对也很好 是的是的 是这样的 两个人在一起 有两个人的好 但是他也有彼此独立的空间 我觉得这种呼吸感特别重要 对 一定要有那种距离感 嗯 那你包括你去旅行什么的 你会征求你的男朋友同意吗 或什么的 也不是说征求什么同意 因为其实这些又不是 又不是什么小孩子 这些都是自己做决定 对 自己做决定 就是不是说要征求他同意 就是你需要让他知道这件事情 嗯 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 嗯 婚姻不婚姻真的 我觉得到没什么关系 但是有一个伴侣是很重要的 就是不管是同性伴侣还是一性伴侣 哈哈哈 同性的也可以 同性也有真爱呀 对对对 是不是 同性伴侣有时候可以相处得更好 也有 也有 嗯 这种这种也蛮多的 现在同性也有什么的 也有很多的 对 毕竟人类是一个需要精神需求的动物 对 所以有一个伴侣其实很重要的 像刚刚说的一样 同性异性无所谓 只要可以轻松和谐的相处就可以了 是 精神需求啊 我以前呢 就包括现在很多人都说嘛 说需要什么三观相同 说这什么三观很重要 嗯 但是自己实验这么好 三观太一样 你们的性格太一样的时候 就是两条平行线 对 太一样也不太好 真的不好 就是它永远是 因为你们俩太像了 我是觉得是没有办法交集的 嗯 以前我是一说起来说一定要找一个三观相同的人 一定要找一个能说得来的人 跟我追求一样的人 然后你会发现哈 到最后就是走散了 就是不行没有办法 因为是平行的 对它真的是这样 它是个平行线 所以既需要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又需要有一些互补的地方 对互补的地方 这样就比较好 对 彼此的这种不费劲是最重要的 是吧 交往起来它不费劲 然后能互相的去迁就跟包容 这个比什么三观相同都重要太多了 对相互包容和信任 就是最基础的东西应该说是 最基础的东西 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后面就没有以后了 没有以后了 对 当时我不是谈过一段六年的感情吗 其实挺伤我的 就是那一段时间其实不太相信 就是什么爱情啊什么的 我觉得特别不真实 而且觉得很奢侈这种东西 就好像人跟人之间 没有太多纯正的东西 但是后来经过了两年的这种 慢慢的消化吧 包括看一些书啊 包括经历一些事情 我觉得还真是这样 你相信什么存在 什么就是存在 其实我觉得我们 虽然说在感情中受过伤也好 或者是吃过亏 但是一定一定不要像这种 俗烂的东西妥协 好多人他不就是妥协了吗 受过伤以后就开始变得现实 或者说是变得更自我 更只爱自己 可能只是一种利益关系 我觉得这种东西太恐怖了 对但是这种其实我见的很少 我可能我经常在外面的原因 所以大家都还是比较简单 存测的那一种 所以其实我很多东西我都还 不是很清楚 就所以很像你说的那些 我也没有见过 我知道有但是我真的没有见过 就是这种伤害 其实对女孩子来说也挺好的 真的你只有经历过这一次以后 你才明白爱情不是全部 在以前我的世界里爱情就是全部 我当时分手了 真的是 天呐 这个有点可怕 这个思维有点可怕 对当时 现在我是觉得好可怕 因为当时我22岁 谈恋爱嘛 然后好了6年到28岁 就马上奔三的年纪 然后那会分手以后 我就觉得天塌了 真的天塌了 然后在家里就睡了 大概哭了三天应该说 躺床上 就真的是被事情压到 起不来床我第一次感受到 就起不来 哭三天再演 那种情绪很沉重 对对对对 然后怎么说呢 我就后来慢慢的 从那种那种宇宙黑洞里走出来以后 慢慢逐渐才开始完善自己 才开始向内求 就可能你是比较早的进入那种独立的状态 我是从来都没有这种 你那种想法 真的我从来都没有觉得 那都是全做到什么的 没有什么东西 以前我是这样觉得 后来我很感谢那段经历 然后现在就觉得真的 就是女孩子 她是可以一室独立 就是孤方自赏的 我是这么认为 因为她有自己的世界嘛 然后我们有自己想做的事情 包括咱们的遇见呀 然后一起骑车 一起露营 一起旅行 就特别好 不需要说非得说 啊我必须要什么事都跟另一半 我以前就是什么事都要跟另一半做 就这样 哦这样啊 嗯 谈恋你觉得会给你就是 怎么说呢 嗯 有时候这个一个人的时候 有一个人的好吗 嗯 两个人说有两个人好 当然其实自己也要失去一些东西 你觉得你有失去什么吗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失去什么 我感觉谈恋爱也需要有一种那种 自己单身的那种状态 哦对 这个确实是 嗯 一定要有 不然的话 就是年的时间越紧 越容易争吵 越容易 就是容易出裂缝 对啊 一定要有那种 一定要有距离感 和双方一定要有空间 嗯 不然的话就很累的啊 其实怎么说啊 就是不管你是单身 还是谈恋爱的状态 就是你的状态一定要轻松 嗯 只要是轻松 一切就好 就OK 是的 就很多事就是不交劲 不至于 对啊 嗯 如果说你谈恋爱 谈得很辛苦很累的话 那 失去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意义 对啊 那也谈个毛线球 哈哈哈 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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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